大妈头戴凤冠来建宝 不料专家刚看一眼就呵斥到 你赶紧把它摘掉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凤冠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秘密 点个关注 我们一起来看 在这么一档建宝节目中 一个内蒙古大妈带着自己的藏品来到了节目现场 而这个藏品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据大妈所说 这是一个清朝时期的凤冠 而这样的宝贝一般都是中国古代皇帝后妃佩戴的饰品 因为其上面镶嵌有凤凰样珠宝 从宋代开始 后妃在寿册或朝贺锦铃宫等隆重场合时 就必须按照规定戴上凤冠 由于凤冠深受嫔妃们的喜爱 这项制度一直被保存了下来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凤冠到了清朝时期 更是达到了公义的顶峰 其中根据乾隆的礼部冠符记载 皇后的凤冠足足有四层之多 而上面的凤凰样的珠宝更是镶嵌左右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都是由纯金打造而成 而如今时到今日 如果这个大妈带的东西不是宴品 那一定是价值连城的七世珍宝 看到大妈带着这个稀罕物来到现场 台下的观众纷纷响起了掌声 但是这个大妈还没有来得及介绍 专家就急忙说道 你赶紧把它给摘下来 听到专家的严厉呵斥 大妈一时半会儿摸不着了头脑 但无奈只好听从专家的建议 见到凤冠稳稳地落到桌子上 专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地解释道 因为凤冠是由特殊工艺制作而成 而且上面还穿插了许多宝石和珍珠 如果发生磕磕碰碰 很容易就对凤冠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而我们都知道的是 一个保存完整的收藏品和残次品 它的价格都是有着天翻地覆的差别的 除了为文物本身着想之外 凤冠作为一个重物 它本身就不适合长时间的佩戴 得知专家的良苦用心后 大妈一扫脸上的不悦 之后主持人向大妈开口道 大姐你好 你还没自我介绍呢 热情的大妈听到后 随即开口道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姓黄 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家祖传的凤冠 据家里的老人所说 这个东西是一个格格的饰品 在清朝末期的时候 这个东西被一个太监带了出来 而当时他的爷爷正式经营着一家当铺 为了得到这个绝世珍宝 他不惜用家里的地契与之交换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深知凤冠价格的太监狮子大开口 无奈之下 大妈的爷爷更是又到处借了不少银元 这次成功将这个宝贝收入囊中 大妈头戴凤冠来建宝 不料专家刚看一眼就呵斥道 你赶紧把他摘掉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凤冠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秘密 专家得知凤冠是清朝格格的贴身之物后 心里不禁咯噔一声 凤冠这玩意儿在清朝时 不仅在做工和用料上十分考量 同时 嫔妃们为了争风吃醋 甚至不惜花费重金打造一点 就拿慈禧太后头上的那顶凤冠来讲 上面光是夜明珠 就足足镶嵌了九颗 而这其中最大的一颗 在当时就价值一千一百万两白银 换算成现在的购买力 起码也要在八亿以上 其他八个虽然比较小 但小一点的夜明珠 也都在六亿以上 如今慈禧太后 那九颗夜明珠 我国已经找到了四颗 但最大的那颗 始终了无音血 对于现场专家的惊叹 主持人问起了大妈心里的预估价 提到这个大妈更加兴奋了 她自然也知道慈禧太后 那个价值连城的凤冠 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格格的 随后大妈犹豫不决的说道 此前她也查过相关的拍卖物 而有一个跟她差不多的凤冠 在东京大阪拍卖行中 曾拍出了一个亿的惊人价格 而那个拍卖的 还只是一个银制品 如果是她手中纯金打造的 价格起码应该再翻个五倍不止 经过大妈的一通计算 她最终给出了一个 五个亿的预估价 好家伙 五个亿要是存进银行 一年就有4%的巨额利润 这一年划算下来 也就有个2000万的利息 对于这个价值不菲的好东西 现场一些观众直接就欢呼起来了 要知道的是 如今我国人均工资也就2300元 按照这个标准来算 打工从清朝起步就已经闲晚了 俗话说 是驴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主持人听到大妈这么说 也是赶紧让专家给凤冠长长眼 在仔细观摩了凤冠后 专家发现了一些异样 因为按照大妈所说是纯金打造的 那这个东西 第一在重量上不对劲 其二就是上面的雕工 有很明显的机械痕迹 后来经过专家的仔细商讨 最终在大家的期盼中得出结论 这个专家一脸严肃的对着大妈说道 这个凤冠经我鉴定是假的 虽然它看上去十分华丽 但经过仔细观察 还是可以发现 这显然是一个金属制作而成的 然后在表面涂上金漆的 除此之外 上面还有明显的现代合成工艺 听到这个结果 大妈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笑容 价值五个亿的凤冠竟然被专家鉴定为赝品 前一秒还在面露笑容的健保人 下一秒就突然变得沉默不已 为了打破现场尴尬的局面 主持人安慰大妈 既然是家里的祖传之物 那干嘛来健保这个舞台上呢 对于这个尴尬不已的问题 大妈吞吞吐吐的说道 其实这个凤冠在落到他爷爷手里后 家里并没有因此得到一点好处 反而为了争抢这个宝贝 一家人反而更像是外人一样 而反观如今 他的儿子也到了即将成婚的年纪 但由于家里并没有车和房 所以丈母娘那边一直不同意这门婚事 这一次他来到健保上 就是想让专家鉴定一下价格 然后把这个东西当做送给儿媳妇的礼物 听到大妈还有如此的遭遇 专家此时对大妈说道 要说这个凤冠呀 它的的确确是一件好东西 从秦朝开始就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而在隋唐时期的萧皇后的墓中 更是找到了第一顶被发现的凤冠 因为它的样式十分华美盛大 专家在发现这个宝贝后就惊讶不已 再到后来 凤冠的样子开始逐渐丰富起来 有的嫔妃开始用各种东西装饰上 所以说这个东西注定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此前这个凤冠导致大妈家庭破裂 如果这个东西一直往下传下去 说不定还会影响大妈的子子孙孙 如今凤冠在大妈手里被鉴定出来 相信凤冠对大妈一家的厄运也会随之消失 听到专家的点评后 大妈的心理好转了不少 但毕竟是丧失了一个天下之物 即使是铁打的人估计也会有所想不开的 在一片的落寞声中 大妈退出了健保的舞台 通过大妈这个事情 我们也能感受到 有些东西注定是命里没有的 此时大家也不要一味的强求 对于那些梦想一夜暴富的人 这又何尝不是同一道理呢 人生的道路没有捷径 只有好好工作努力的拼搏 这样祖国才能变得更加繁荣富强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长按点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